有说法称 俄罗斯似乎计划向太空部署核武器 普京声称 这是拉拢俄方加入只对美国有利谈判的炒作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来观点》 日前 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年度国庭责文 这已经是他自两天年以来 第十九次发表年度国庭责文了 拜托斯的字幕当中 普京提到 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丢出了一些烟不耐 最近 越来越多的听到毫无根据的指责俄罗斯的说法 比如 我们似乎计划向太空部署核武器 这是炒作 普京说 这种手段的目的是拉拢俄方加入只对美国有利的谈判 目前 恐恶症已经让西方失去了离职 但是 如果说俄罗斯一点也没有动用核武器的准备 将核武器排除在俄罗斯战争的战略构下之外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在今天的国庭责文中 普京表示 俄罗斯的战略和力量处于全面的准备状态 高尸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都已经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投入使人 萨尔玛特周地导弹也已经交付部队 如果需要进行核打击 这些导弹们随时可以换装核弹 其实 俄罗斯的战略和力量从俄武战争开始以来就随时带发 2022年10月 在俄武战争天系 俄罗斯就搞过核武器的军事演绩 当时 海陆空三军差不多到场 把自家的核导弹和巡航导弹试了个边 普京对测试结果非常来 战略轰炸机和核天艇都具有从海上对北约国家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这场演习就是在警告北约 别以为俄罗斯怕你们的核武器 你们要是敢过线 我们就敢跟着 到时候 直接把厂子拆了 谁也别捞着 那么俄罗斯是否会率先动用核武器 或者说 如果俄武战争的态势向着北约方面倾斜 那么 俄罗斯是否会动用核武器呢 片几天 梅德威敬夫就酸称 如果乌克兰实现了战争的目标 打回到1991年的俄武边境 俄罗斯将会使用核武器 但是普京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种问题上肯定比较慎重 一方面 他利用核卫社力量大跳肌肉 下退北约 另一方面 他也提出要和美国对话 讨论战略稳定问题 想从源头上解决乌克兰问题 看得出来 普京更希望把核武器 当作外交而非军事的筹码 毕竟 现在不是中世纪 战争呢 也不会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军事占领作为结束 而普京之所以现在还在打 前段时间呢 要花大力气攻下了阿弗蒂夫卡 这即使在给他自己增添筹码 也是在等一个更好的台湾对象 大家应该明白 这个人呢 就是川普 相对于拜登 川普虽然嘴上胸胆 但比拜登呢 更加领先 他始终是一个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局势 他对国内心 美国能不能捞到好处 而俄膜战争明显是稳赔不赚 一天川普呢 就发表过一条评论 他说 北约国家要是不在国防上 投入足够的开支 他就不会管他们 是不是被俄罗斯露替 因此呢 一旦川普上台 俄膜战争大概就会在谈判桌上分出胜负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